Hello 大家好 內地宣布提高自香港澳門入境居民旅客 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 以前是5000元 今日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發布公告 對自香港澳門進境年滿18歲的居民旅客 攜帶境外獲取個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 總值12000元以內的免稅放行 在設有進境免稅店的口岸 允許旅客購買一定數量的免稅商品 連同境外獲取自用行李物品 總值15000元以內的免稅放行 即是在澳門買12000元以內 在拱北免稅店多買一瓶酒15000元以內的 都是放行的 從澳門經一線進入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 趨時攜帶行李物品按現行規定執行 從深合區經二線進入內地按新的免稅額度執行 針對短期內多次往來港澳旅客規定 維持不變 措施在下個月即是7月1日起 先在6個口岸實施 包括廣北、廣州、大橋、珠海公號口岸 自8月1日起擴展至全部的口岸 雖然不像之前那樣提升到3萬元的免稅額 現在嚴格意義上說是12000元 不過都大幅提高了7000元 比以前5000元多了很多 旅遊局說今次中央為澳舉措 將進一步提升內地旅客的遊澳消費意義 吸引旅客走入社區遊覽和消費 帶動區內人流激發社區經濟活力 有商界人士說 旅客入境內地每次免稅額5000元規定 已實施十多年 內地整體經濟規模壯大 大區民收入提升物價亦較當年明顯增加 當年的5000元免稅額 可以買不少商品 現在5000元買的商品容易超標 撇除受內地旅客歡迎的奢侈品 其他例如化妝品、護膚品、日用品 買多幾件已經超過5000元 旅客擔心給海關徵稅 每次購物都會就住就住 如果免稅額增加當然有利 尤其是某些化妝品、護膚品 甚至一些沒那麼貴的車資品 調升旅客入境免稅額 可以促進港澳旅遊業復甦 加快經濟發展部分 現時澳門入境旅客量 恢復至疫情前八至九成 整體規模已有一定基礎 下一步應該把握政策 研究如何優化配套環境 提升服務水平 推動產品升級 將旅客數字轉化成實際消費 帶動各行業受惠 之前鍾小企經常說 旺丁不旺財 現在提高免稅額到15000元 未來就要觀察一下 旅客買東西是否多了 這集就看到CNC支持我 記得訂閱